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来到第17届全国大专辩论会入选赛的比赛现场 我是今天的大会主席乌燕贤 在我身边的是本场比赛的计时员 他们是季佳琪同学 黄佩玉同学和陈永杰同学 本场比赛的辩题为 在我国自杀未遂应或不应去罪化 实政方立场的队伍是 马来西亚国立大学 他们的立场为 在我国自杀未遂应去罪化 他们的辩手如下 一辩 陈伟毅同学 抱歉 心理学系 三年级 二辩 陈志凯同学 经济系 硕士 二年级 三辩 谢国亮同学 心理学系 三年级 四辩 温家尔同学 法律系 四年级 请代表国立大学温厚掌各位 持反方立场的队伍是 南方大学学院 他们立场为 在我国 自杀未遂 不应去罪化 他们的辩手如下 一辩 杨胜坤同学 市场营销学系 专业文评 二年级 二辩 钟浩宇同学 市场营销学系 专业文评 二年级 三辩 赖苏敏同学 英文系 专业文评 二年级 以及四辩 赵文康同学 中文系 三年级 好 我们代表 南方大学院 向大家问好 好 谢谢 接着 请允许我介绍 本场比赛的五位评审 他们是 第一位 陈诚杰先生 他曾是历届全面评审顾问 现在是莫迪卡民调中心的研究经理 第二位评审是陈佩文先生 他曾担任 他曾是第十二届全面亚军 现在是金宝优大辩论坊教练团成员 以及国内外中学大专辩论赛评审 第三位评审是史宣豪先生 他曾是台湾四星大学前辩手 现在是上班族 第四位评审是吴伟康先生 他曾是营养师 寻人中学前辩手 以及第六届全中辩冠军 现在担任营养与行销相关从业员 以及寻人中学辩论队副教练 最后一位评审是邓慧君小姐 他曾是新变国际公开赛筹委 现在是巴达林公教中学辩论队教练团 好 在比赛开始前 大会有两项温馨提醒 首先 在发言时间剩下30秒时 将会有一声灵响提示 而在发言时间结束时 将会有两声灵响提示 变手需立即停止发言 双方队伍在自由变环节之前 都各有一次教练指导权 任何一方的教练 举牌向大会示意 发动此权力时 双方教练皆可上场 进行一分钟的口头指导 好 事不宜迟 我宣布 第17届全国大专辩论会 入选赛 正式开始 首先 我们有请正方 一遍 开篇立论 时间为4分钟 请 谢谢主席大家好 在讨论变题前 请先借有一分钟 探讨自杀者为何而生 从数据上来看 南普顿大学精神病学院的 自杀临床研究 以及马来西亚精神疾病协会 发表的数据表示 马来西亚有百分之百的人自杀 是因为精神上面对极大的压力 有因为精神疾病 有因为在社会里面临绝境的人群 而根据美国罗斯特医疗中心分析 自杀者不便拥有两种心态 一 无能雷拒感 是认为自己活在世上 只会造成他人的困扰 没有任何的价值 二 无归属感 是他们认为自己是否活着 也没人在乎 也没有人给予他们帮助 如马来西亚自杀援助中心提供的案例 吉隆坡就有一名男子 因为在4年内相继失去的父母 工作上承受着打压 最终选择吞食 46例的安眠药企图自杀 各位 如果他们生活如意 如果他们的身心健康 又谁会想要放弃人生的可能 而自杀为谁 是我国独立时 参照英国法律所立在 刑法第309条的罪行 也就是企图自杀者是会被罚款和监禁 当时的英国认为 除了神以外剥夺生命是一种罪恶 判定有罪是因为他们宗教的思维 事过境迁 社会逐渐开明 摆脱了宗教的约束 我们开始使用理性和科学去反思自杀 因此 我们看到固执的英国 早在1961年 就将自杀为谁给除罪化 新加坡也在今年落实 改用医疗专法来帮助这些可怜的生还者 是因为他们理解到 自杀有罪 并不能帮助这些想要自杀的人重建生活 法律是根据人们的意识提升而愈加完善 今天我们就是来探讨马来西亚 应该要继续固执下去 还是拥抱理性 我方主张除罪化 通过删除刑法309条 善用现在的2001年精神卫生法 让这些生还者可以直接得到送医治疗的保障 也免去他们被当成罪人般审讯和囚禁的折磨 各位 维持现况下 自杀生还者会面临什么样的窘境 他自杀未遂 无力地躺在冰冷的铁床上 看着黑的发青的墙壁 听着隔壁预有的人潮热讽 忍受着监狱长的鄙视 本来就觉得人间不值得的他 来到了人间地狱 他还有活下去的勇气吗 2013年 沙拉瓦人就因为自杀未遂而被关进牢房 对方说 判罪是为了叫化 让他反省 但这种固执 再次把沙拉瓦人推下了悬崖 最终 他就在牢房里使用枕头套 上吊自杀 死去了 因此 我们看到牛津大学分析62个研究实验后 向大众发出警告 囚禁自杀未遂者 让他们罹患犹豫症是对比普通人的四倍 而催生出反社会人格的几率更是高达十倍 可见 监狱本是为了遏制自杀 但现实却是常固地将他们推向神源 自杀者有比于其他犯罪 因为他是自己的加害者 也是受害者 在我方立场下 因为去掉了罪人的标签后 他们只是需要帮助的病人 而疗养院里 有医护人员的跟进和照料 有家人的陪伴 行动的自由和运动的空间 马来西亚精神疾病协会就证实 百分之八十的病患在接受了两星期的医疗照顾下 可以有效地稳定他们的情绪 所以 自杀生还者需要的不是监狱 而是医院 应当处罪化 各位 过去的思维将一切的罪都归于自杀的人 可是当我们理解到判刑 对于他们乃至整个社会而言 不是一个正确的选择时 理性和科学的道路 会不会是一条更好的选择 当罪名的手铐被销毁 面对亲人自杀 我们是不是更有意愿地 向警察投报 向医生求助呢 各位 有病不是罪 有病需要治疗和耐心 自杀未遂应当处罪化 谢谢各位 好 谢谢正方一辩 接着 我们又请反方一辩 开篇立论 时间同样为四分钟 请 谢谢大位主席 今天的辩题是 在我国 自杀未遂应不应去罪化 我方主张不应去罪化 首先 去罪化指的是 透过修法被止该行为的刑事处罚 在这道问题中 则是指不在以刑事的罪定义 意图自杀者 在马来西亚刑事法典 第309条里 任何人 只要做出自杀的行为 都必须承担一定的罪名 当然 今天我们双方并非法官 并不是来针对自杀未遂的人 来进行判罪工作 而是应该探讨去罪化本身 对国家和社会是否造成影响 我方提出以下三点来论证 应不应去罪化 第一 法律是人类的行为规范 是以公平 正义为基础 保障人民权益 及维持社会秩序 当然 法律不只是规范 也有警示示人的作用 宪法第五条中说到 无人之生命 与个人 为由 可被多夺 除了依旋法律之外 在宗教观念里 也是如此 比如古兰经 以及圣讯 则是对穆斯林 起到了行为规范 社会规范的作用 古兰经第四章 第29至31节里说到 你们不要自杀 真主却是连续你们的 谁为过分而服役 而伴此严谨 我要把谁投入活域 这对真主是容易的 这教条不正式告诉在场各位 自杀本身就是一个不可取的行为 因为任何人都不能剥夺任何人的生命 包括我们自己 法律和宗教的存在 就是告诉我们对与错 必须认清 其中自杀更不是可取的方法 因此自杀是有罪的 而自杀为谁 更不应该去罪话 第二 我国恰好是一个存在一国两法的国家 两法分别是指联邦法院 以及伊斯兰法院 而这两者的法律上是有所区别的 按照我国现状来看 对于审判自杀未遂这条罪 两套法律是达成共事的 都一致认为自杀是有罪的 其中第八条之二指出 除了本宪法所明却允许之外 不得以宗教、种族、血统、出生地或性别等理由 而在任何法律上或在政府当局的认知与工作上 或有关财产之获得 或有与剥夺相关的法律行政上 或有在有关交易、商业、专业、事业与职业的建立与运作上 对公民加以启示 以及第七条之二 一罪不能两罚的原则 若连方宪法定罪 则伊斯兰法院也无需继续再定罪 若一名伊斯兰教徒出犯罪行 他只能在伊斯兰法院接受审判 这不就违反了宪法 换种方式说 我们按照种族来判定罪行 不就恰好证明了司法的不公正吗 这样一来 法律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 而去追话本身还有意义吗 第三综合以上两点 如果唯独联邦宪法去追话 不就证实了 我国正打算透过宗教的手段或政策 来分化护士林和非穆斯林两方 这是我们想看到的吗 再来 假设两者都采取去追话 那我们不就是在试图挑战穆斯林的教义吗 难不成我们要试图去告诉他们 你们的法律有问题 不应该继续用了 虽然不是 但不管是哪一种做法 都是让政客有机会来挑战 种族议题进而分化马来西亚 在我国 种族议题一直是人民的软垒 人民容易被煽动 种族课题也容易被炒作 更容易被分化 这去追话所换来的结果 所冒了风险 真的有需要吗 中上所述 我方坚决认为 在我国自杀未遂不应该去追话 谢谢 谢谢法方一遍 接着我们有请反方二遍进行一对三咨询 时间为两分钟三十秒 请 谢谢大会主席 对方一遍您好 你好 法律是不是有起到对人们行为一定的规范 是 好 对方二遍 对方三遍我想请问你 马来西亚是不是有联邦法院和国 回教法院的存在 是 对方四遍我想请问你 联邦宪法是不是凌驾于法律和回教宪法之上 是 但是回教宪法在自己的权限里头 它可以分开 就好像回教宪法的强奸需要四个证人 可是在我们普通的行事法是不需要四个证人 所以联邦 虽然它是under 可是回教法庭有自己的判准 跟联邦宪法有自己的判准 好 谢谢对方四遍 对方一遍我想请问你 穆斯林是不是占我国人口的绝大部分 你要论真 不过请讲四 对方四遍我想请问你 种族的和谐和社会是 是种族和谐的社会还是不和谐的社会对我国的发展更好 种族和谐和关怀病人对我国的发展会更好 对方三遍我想请问你 为什么一定要去追化 有什么因素一定要让我们去追化 我方的两个论点就告诉你了 因为我们让他接受治疗其实更好地帮助他们 让他们从一个绝境换到另外一个绝境 其实在把他们推向悬崖得到忧郁症或者是焦虑症的比例更高 很可能像撒拉瓦人一样再次上吊自杀 保护生命的意义 这是我方箭的论点 谢谢对方三遍 对方一遍我想请问你 政治政客在我们马来西亚影响力大不大 政客 也要看 因为有些政客我不想听他讲话 对方四遍我想请问你 在民事法庭能否控制自杀者 现况下可以修法之后就不能 你讲的民事是指什么 是criminal law还是severe law 还是指Islam以外 我方是这样觉得哪怕是在一刑法里头 其实讲坦白主推 废除掉自杀未遂的大法官 还有那个所谓的律师公会 其实有蛮多都是Islam的人的 所以我方觉得在伊斯兰的情况底下 如果我们的医疗可以保障这些人 伊斯兰是不会反对的 至少到现在为止 没有任何的伊斯兰组织发起通告说 你在分化我们不存在这件事情 伊斯兰也赞同 好 谢谢 反方二遍 接着我们有请政方二遍进行一对三咨询 时间同样为两分钟三十秒 请 谢谢主席 主编你好 想请问你 您方今天的政策是打算维持现况的 监禁一年跟罚款对不对 对 很好 没有问题 那第二个部分 三遍 所以您方今天的除罪话 是从刑法里面拿走对不对 从刑事 对 从刑事罪名取罪 从刑事法里面拿走 不等同于我们不能用其他的法律方法来规范和帮助这些自杀的人 对 来往下想请问你 方四遍 今天您方认为要看对国家跟社会的影响对不对 是 没错 如果对国家和社会的整体影响是利大与弊的 我们就应该去罪化对不对 我说我们要看是按照现在的国情来看 你要去论证你的利大与弊先 是 所以如果利大与弊的话就应该废除 如果弊大与弊的话就不应该去罪 对 因此这是我们讨论的标准 来往下确认一下宁方今天的论点 宁方论点有一点点多 好像 第一个看起来是宁方论点兼主编 是不是告诉我们说它是行为的规范 然后因为我们的宪法跟宗教不允许 加上 还有一个是什么 第二个论点其实说坦白了 就法律跟宗教不允许 我也是我吧 对 四边都可以 所以宁方认为说如果我们今天只在刑罚里面去罪化了过后 我们就只会用那个弊刑法来去控告它是这个意思吗 你要去罪化你必须如果你不要分的话你必须两边都去罪 不应该存在的 只有伊斯兰能够被判刑 非穆斯兰没有被判刑 那先讨论这件事情啊 你知道在现况底下的自杀者 不管他是不是穆斯林 他都不是在弊刑法底下被提供 而是在马来西亚的刑法被提供吗 三遍 因为两遍 三遍 因为今天我们组长了是我们要 你是不知道 我知道我要跟你讲 你知道就好 所以现况底下是 不管你是马来人 华人还是印度人 你都在刑事法底下去被提供的 所以当我们今天自杀去罪化过后 没有存在所谓的会用弊刑法来提供 因为大家都不会被提供了 然后往下想请问您方 您方告诉我还是一个叫警戒士人对不对 那您方警戒有没有任何一个数据可以告诉我们 您方可以有成功的警戒到呢 所以是没有的 没有关系 那我们往下继续问 您方告诉我第五宪法本身不允许对不对 上边 对 那您方是否知道第五宪法里面 他只是讲没有人可以剥夺任何人的生命权 那我很好奇是问您方四遍 如果我今天这个自杀未遂 我剥夺了谁的生命权呢 谢谢 接着我们又请反方二遍进行自寻小节 时间为两分钟 请 谢谢主席 今天我们的立场在于我在我国自杀未遂不应该去 我们的法律是公正 公正和正义的基础 任何宗 任何的宗教都认为自杀是不可取的 没有一个宗教都认为自杀是可行的 而且假如我们宗教去这句话的话就造成我们 我们的法律和回教法判法不不一样 判法不公正 所以我们认为 所以我们认为不公正 将回教徒他到底要去遵守我们的法律 还是去遵照他们的回教法 第三点 假如我们废除这条法律的时候 将会造出我们民族之间的不和谐 因为政治政客的操作 是我们会影响我们人 会影响我们人的 会影响我们人的 我们人种族和种族之间的和谐 因为种族 种族议题是我们的软肋 宪法就是不能区分于种族 对方便有刚刚说 在医院 自杀会所以应该是去的是医院 不应该去的是监牢 没错 但是自杀者 他们没有办法管控他们自己的行为 所以只有去 所以只有去到 去到医院 去到监牢 还有办法把他们管控起来 控制他们的行为 还有法律 法律对人们一定 刚刚对方也赞同我方的论点 法律是对人们的行为 造成有一定的犯罪 所以我们 假如我们不能管控我们自己的行为 所以我们也只能够去把他们送去捐律 好谢谢 反方二变 接着我们又请正方二变进行自询小结 时间同样为两分钟 请 谢谢主席大家好 对方便有今天告诉我们说 我们不应该鼓励自杀这个行为 的确我方的确也不鼓励自杀这个行为 因此我们才努力的帮助这些自杀的人 重新走上正途 如果我方是鼓励自杀这个行为 坦白讲我们不需要做任何的事情 因此我方的态度跟宁方是一样的 可是重点是在双方都不同意这个行为过后 我们采取怎么样的手段 宁方采取的手段是告诉我 用刑法的方式 我方采取的手段是用医疗专法的方式 那宁方 那往下 宁方第一个论点告诉我们说 因为这个法律是社会的那个警戒 所以我们要警戒世人 我方很好奇的是 宁方这个法律它到底警戒了谁 我方没有看到 宁方也没有进举证 反倒是我方有一份数据 加拿大自杀预防研究中心 告诉我们针对20个国家 进行了调查过后发现 自杀为谁去罪化 跟自杀率并没有任何的关系 因此宁方想用这个法律来警戒 警戒不到 第二个部分宁方告诉我说 第五宪法本身不允许 可是第五宪法本身是讲 没有任何一个人的生命 可以在任何一条法律底下被剥夺 可是我方今天这条法律 有剥夺这些人的生命吗 其实也没有 因此我方也没有违宪的情谊 第二个部分是宗教的部分 宁方告诉我说宗教不允许 可是我方告诉大家是 宗教想要捍卫的 不是宗教想要捍卫的 往往是生命价值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就要看的是 宁方的世界底下 还是我方的世界底下 更能捍卫生命的价值 就好比英国在过去 他讲要去罪化的时候 有一个神父说 虽然在基督教里面 自杀是不对的 可是我认知到 如果我们唯有 把他去罪化过 能更好地保障这些人 更好地保障这些人的生命价值 所以其实坦白讲 唯有真正地给他们 各种各样的帮助 我方才是真正地 保障的生命价值 反倒是宁方 虽然宁方在法律上 法条上说 我们要捍卫生命的价值 可是坦白说 宁方内地里面的行为 却是在伤害生命的价值 为什么 因为对于这些自杀未随者 宁方做的是 把他关进监狱里面 而监狱是一个怎样的环境 是一个优弊 优弊含冷 惩罚性的环境 在这个环境底下 我发现一份数据告告 告诉大家 在这种环境底下 他会患上忧郁症的风险 是高出二到四倍的 在这个环境底下 他们会过得更痛苦 这群人 他们本来就要解决 他们内心的痛苦 宁方却把他推向更深的深渊 宁方其实并没有来帮助他们 谢谢 谢谢 好 接着 我们有请双方三变 进行对变 时间为各两分钟 由正方先攻 有请 宁方说监狼管控更好 为什么管控好了过 他们得到忧郁症的比率 是高达二到四倍呢 今天 你可能不知道今天 今天一个人 他被定罪化以后 他就 他在监狼里面 他们会定期 接受心理辅导 所以 所以今天 他是有被接受心理辅导的 所以有了心理辅导 你得到忧郁症 还高于二到四倍 你的心理辅导 好有效用 今天 今天 我想请问对方 如果今天一个人 他知道这个自杀 所以没有罪 然后 会不会 更 自杀 自杀率会不会 越来越高 不会 所以先总结 即便有心理辅导 你得到忧郁症 也对比外面的人 能高达二到四倍 换而言之 整体 惩罚性的机制 本来就会让你的心中 活得更痛苦 这是我方得到的点 好 请问对方 请问你们如何 看待一个 有精神病的人 不明白 就是 你们今天有一个 忧郁症的人 你们会 请问今天大众 会怎样看待他们 就保护他们 像我们 在精神 不对 因为今天 我们都知道 今天大众 他们普遍的认知 就是认为 今天一个 有忧郁症的人 他们就是 会有戴 有色眼睛 去看待 他们那个 忧郁症的人 然后今天 他们会为他们 贴上标签 你方认可吗 可是忧郁症会变好 可是罪犯的标签 是跟你一辈子的 所以这是我们 双方的差别 请问你方 你方都认知 他有忧郁症 换去医院 让我们检查 医疗 是不是来得更好 换去医院 因为今天 如果一个人 他 请再复述一下 所以总结就是 如果我们知道 这些人 有人格障碍 如果我们知道 还有双向障碍 还有忧郁症 还有焦虑症 你回到医院 不去关他 去治疗他是来得更好 在隔离房比较了 在监狱当中 我可能见我父母 见我朋友 一个礼拜只有一次 医院可以天天见 医院为什么不是来得更好 今天你们讲 生命的价值 对吗 今天你们讲 一个没有罪 因为他们会 请问对方 今天你们讲 今天穆斯林 今天你们出罪的话 就是刑法无罪 然后宗教法有罪 对吗 然后今天 如果非穆斯林 非穆斯林没有罪 今天穆斯林都有罪的话 请问您方如何解决 这个问题 所带来的宗族区分 为什么会带来种族区分 一个华人只可以娶一个老婆 穆斯林可以娶四个老婆 也不见得我们 为这个事情打架 所以这个事情 本来就不合理 因为这个今天 是我们宗教的认可 谢谢法方 不对 在马来西亚底下 伊斯兰法归伊斯兰法 这个所谓的刑事发点 归刑事发点 那个马来人 有可能用刑事发点来控告 在现况底下 本来就没有产生什么种族议题 你方要告诉我 产生种族议题 你方得举例 不然的话 你方论证没有成功 而我方要告诉大家的是 如果这些人 你方已经认知了 他有病的时候 我们就应该让他去医院 受到治疗 更何况这些人 会有病的原因 是因为他们在社交上 不圆满 他们有些朋友 歧视他们 他们受到班上 朋友霸凌 这个时候 你需要的是朋友 你需要的是家人 帮他们度过这个坎 有专业的心理医师 疏导他们的心结 这个才是真正的 尊重生命 第二个部分 想跟大家谈的是 如果这时候 我的我方四遍家 他尝试自杀了 可是我们知道 如果把他送去医院的话 他会被抓 这时候我不敢 把他送去医院 只能够让他等死 请问林方 这种恐惧 不敢寻求帮助 是好事吗 谢谢双方三遍 接着 我们有请 正方三遍 进行小结 时间为 两分钟三十秒 有请 谢谢主席各位 还是得看回 反方的论点 他方说 因为这个 在社会当中 会形成一个指标 可是坦白说 不会 因为你在想一下 一个自杀的人 在他的预想当中 我是会死的 一个会死的人 是不会受到任何的法律惩罚 不然而言之 当我想死的时候 在我的预想当中 这个法律 根本对我做不到任何事情 这也是我方 为什么在加拿大 数据报告 就告诉大家 二十五个国家 二十五个国家去罪化过后 根本没有自杀率的上升 证明说 他方的这个指标 根本不能成立 第二个部分 他方告诉我的是 在这个伊斯兰法底下 可能会产生种族议题 可是坦白说 在现今伊斯兰法的举证责任 和我们行事法底的举证责任 有所不同 我们的生活状态也有所不同 我能娶一个老婆 马来人能娶四个老婆 我们有因为这件事情 要吵架吗 坦白说也没有 换而言之 如果即便有不同都好 其实也正不成临方所谓 会导致这个种族纷争 所以致使他们两个论点 没有成立 那回到我方 为什么一直告诉大家 要保护生命的价值呢 因为我们认知到 有百分之百的这一些人 我们不能够 把他们当开玩笑 我们要把他们当病人 不管是你从一开始 那个有人跟你讲 想要自杀 或者是他已经自杀 喂水过后 第一个要做的事情 是把他送去医院 而不是把他送进监牢 因为你把他送进监牢 只会血上加霜 我方数据告诉你 也是犹豫症二到四倍 就在讲这个事情 你方告诉我 有这个心理辅导 可是有了心理辅导 还会产生这么糟糕的结果 如果这时候 那个医生比较忙呢 那个刚好那个监牢 没有所谓的 你方所谓的心理医生 是不是导致更惨的状况呢 所以我方告诉大家 回到医院 这个你有你的朋友 你有你的家人来陪伴你 输导你 这个才是真正的方式 第二个部分 我方想谈的是 如果这个时候 有一个人 他自杀未遂过后 他刚好是我朋友 他刚好是我家人 他刚好是我识别 这个时候 如果我把他送进医院 医院有一个植物 要把这个事情 告诉警察 这个是写在他们的 SOP里面的 这个时候 因为我害怕 我的朋友被送进监牢 我不敢把他送出去 换而言之 在今天 有这个法律的情况底下 我们会导致的是什么问题 是有人不敢去投报 人们被宁方的威吓力 所吓到的是 我不敢去拯救我自己 我割了我的碗 我竟然不敢去看医生 我方觉得 这个是社会当中 不应该要产生的问题 我们应该是 处罪化过后 让大家都敢去见医生 我们过后还可以 那个跟进的治疗 或者是跟进的电话 来确保我们的状况 是好的 谢谢正方三变 接着 我们有请 反方三变 进行小结 时间同样为 两分钟三十秒 有请 谢谢主题 今天对方一直跟我们讲 今天我们可以不要有罪 今天那个人 我们可以送去医院 然后今天 可是今天我们要讲的是 在我国自杀未遂的人 他们可不可以去追话 今天一个自杀未遂的人 他已经 今天一个自杀未遂的人 他已经不珍惜自己的生命了 所以对方在跟我们讲 那个生命的价值 其实完全都是 我方认为是 这个人已经 他已经不珍惜自己的生命了 所以宗教的存在 就是让他珍惜自己的生命 所以 第二点就是 今天对方 没有看我们的 今天对方一直跟我们讲 英国 英国他们 英国那边的情况 可是今天 马来西亚跟英国的 我们的种族 我们的 种族情况不一样 因为今天在马来西亚 我们穆斯林的数量是占大多数 所以今天我们应该要 以宗教法为主 今天我方强调的就是 我们 今天我们强调的就是 去刑事罪 然后今天宗教 宗教法的话 我们会 我们国家 目前是 无法很轻易地去除 所以今天如果 今天我们 对方的立场就是 我们已经去除了 我们刑事罪 然后宗教法没有去除 这样华人 就是代表华人没有罪 今天马人有罪的话 我方认为这样 这样会带来 很严重的种族区分 再来第三点就是 对方讲 对方刚刚讲 我们可以把 那些人送去医院 可是今天 如果我们有罪的话 我们可以强制信 让他接受心理治疗 因为今天我们知道 一个自杀会睡的人 他不珍惜自己的生命 他精神已经受到一个 影响的情况下 我们不可以保证 他在医院的时候 我们可以 一直看着他 所以今天我们 我们认为 如果有罪的话 我们可以讲 这些下来接受心理治疗 我们认为 他们的效果是一样的 还有今天我们主张的是 一罪不能两罚 就是讲今天 刑事罪 今天我们去刑事罪的话 宗教法 就不可以判 所以 我方认为 今天 不可以去刑事罪 谢谢 好 谢谢 反方三遍 由于反方教练要求进行指导 双方教练将有一分钟上台队变手 进行口头指导 有请 请教练先站在台前两侧 准备 好 来 有请 好的 谢谢 谢谢双方教练 接着 我们将进入紧张刺激的自由变环节 双方各有四分钟 有请正方先发动攻势 请 来 宁方说宁方要保障生命 可是这些身患疾病的人进到监狱之后 病情反而更严重 二到四倍 人格分裂是十倍 宁方怎么保障生命 请问宁方有什么论证吗 我方主编就告诉你了 这是马来西亚精神疾病协会结合美国的研究所做出的这个证明 所以讲坦白 你把已经生病的人送回监狱 没有再保障生命 反过来 如果在医院接受治疗的话 根据马来西亚的医药协会 80%的人在两个礼拜内就可以得到康复 是不是医疗会更保障生命呢 医疗不会更保障生命 但是假如我们失去了刑法的管控 这样子他们更加的会去自杀 没有人管控之下 他们没有人管控之下 他们可能更加会去自杀 因为没有人管控他们的 祝贝你觉得医院底下是没有护士 没有医生 没有人会管控 很奇怪吧 来 今天我方告诉你 今天医院只有护士 只有医生 可是 还有那些辅导员 可是他们无法24小时的看住那个追犯 今天在监牢里面 我们 今天在监牢里面 那些警察他们会强制性的 他们会很严格的抗管他们 很严格的抗管他们导致了2013年 沙拉瓦南再次用枕头套来上吊自杀 想请问您方的规管到时也是有多延 所以 如果我们不去就要同时改善这样的环境 是不能打到对方的这样的效果 是不能的 因为不好意思 监狱的特质就是要罚 要检讨 要吓你 所以根属上讲坦白 还就会让病患感到恐惧 这也是我方所讲的 所以我们得到第一件事情 就是在医院总比在监牢来得好 才可以保障他们的生命权 第二个部分请教您方了 今天去罪话之后 大家才敢于投报 投报意味着我们对这个自杀的现象有数据了 请问你有数据的情况下 是不是可以分析和研究呢 对啊 我们的监督完全没有 不只是管门的 我们也还有收容他们 收容他们进而辅导 我方已经总结过了那个战场 往下问了 加拿大自杀预防与研究中 就告诉我们 在自杀喂水去罪化过后 反而投报率提高了 投报率提高 意味着我们可以更好地帮助 这些自杀喂水的人 所以在您方世界底下 到底要不要帮助这些自杀喂水的生还者呢 来今天 今天的题目是在我国 在马来西亚 所以根据 今天根据世界精神病学学会 公布的一项网络文件调查显示 今天超过45%网民 他们患了抑郁症之后 他们不会去看医生 现在只有18%的人选择去看 专业那种精神科医生 因为今天他们知道 社会有对他们贴标签的一个现象 他们认为今天 有犹豫症的人 会被社会人士 他们会带有 有摄影官看他们 的确我方可以承认 在现况底下 可能这些自杀未水的人 他们去看医生过后 他们会被贴上有病的标签 可是有病的标签 会随着你的康复 而被栽下来 可是你是罪人的这个标签 只要那一天你进了监狱 你有了案底 他就跟你一辈子 我的标签是可以被栽下来的 你的标签是跟你一辈子的 所以世界更好 请问您方今天 要去除案底的目的是什么 案底的目的就是要告诉大家 他不是罪人 他需要治疗 回过来 刚才我帮跟大家谈了 我们有了投报之后 意味着我们可以理解 什么样的社群 自杀的人比较多 什么样的比较少 请问你 这种把问题从隐性 变成浮上台面 为什么会比隐性来得好呢 为什么不比隐性来得好呢 OK 总结跟之前讲 其实我们也告诉你 我们可以如果改善环境 能够达到不去除 我们在医院也同样能达到 本着案底没有关系 而且尽量面对自己本身 有做过这件事情面对自己负责的东西 为什么他不能勇敢去讲出来 而且头抱上去 我们至少能够显性地看到 到底多少病人 患有这样子 我们能够根据他们进行一系列的治疗 为什么这样的方法又不能够实行呢 所以谢谢 所以您方认为他们也需要治疗 所以把问题摆上台面 我们才能更好的对症下药 所以我们就看到 意大利本身就可以 因为他去罪了之后 他通过了那个跟进电话 就减少了71%的自杀人数 所以想请问你这个利好 您方不要吗 我跟这边报告同时也写 上讲75.94%认为 犹豫症本身可以透过自身的心理 心理调节就能够缓解 而他们本身都没有要准备去投报 而且你透过这样的法律 能够自杀他们去投报 他们进行 我们透过法律 并且让他们进行一切的治疗 虽然还是有一定的上升 也没有说 不得去罪化 同时还是有降低的这个倾向 你说可以自我调节 但你不可能让他在监狱里面 面对那些墙壁调节 你不可能让他面对那些 青苔和长官调节 要调节在医院里面调节 各况您方一直 其实您方也是任要治疗的 您方说我们在监牢有治疗 可是现况底下的精神疾病 会生发2001年 他也是会给你治疗 可是为什么有治疗的前提 一定是你先是个罪人 你才可以治疗 为什么 今天我方认为 今天他被盯罪以后 他们 您方一直说 要把问题浮上水面 今天我们都不知道他有病 然后今天我们是盯罪了过后 我们知道他有病 然后我们把他送去健康面 我们让他接受强制性的心理辅导 这在你们 这跟你们讲的 那个在医院里面 接受性的心理辅导 我们认为是一样的效果 为什么要把他关起来 才能知道他有没有病 他一开始自杀未遂的过后 你把他送进医院 由医生进行诊断 你就知道他有没有病了 然后如果他真的有病的话 就在医院里面治疗 就在医院里面接受辅导 为什么非要经过漫长的审讯过程 然后把他关进监狱里面 来今天您方说 我们把他关在监牢里面是吗 今天您方在医院里面 不一样把他们关在监牢里面 然后你们把他放出去 让他们这样子 接受心理治疗吗 在精神卫生法2001年底下 Section 10 明确的告诉大家 如果他对于自己 或者是家人有伤害的话 我们可以强制的让他在医院底下 接受治疗 所以强制治疗 不是您方唯一的利益 也不是准属的利益 我想请问一下朋友 假设你一定要虚罪化 同时请问一下 医生本身的教材 你虚不需要有虚罪化的定义 所以您方跳点 所以从一开始的治疗当中 您方没有矩阵出来 为什么要接受治疗 前提必然是要定罪的 所以现况底下 我方已经证程治疗的利好 往下来跟你比较的是 现况底下 您方过我台湾一国双法 想请问你 那个伊斯兰可以娶四个老婆 我只能娶一个老婆 在你方框架底下 是不是要废除掉伊斯兰法 或者废除掉现在的普通刑法呢 没有 四个老婆类比完全不同啊 为什么要这样讲 为什么不同 我讲的就是这两法 你跟我讲一下为什么不同 因为刑法里面 他们有说明 我们一个人不会娶四个老婆 而伊斯兰法他们会说明 我们会娶四个老婆 而且在这两者之中 他们两种都有说 至少都有罪 你讲多一次 我们可以娶四个老婆 新法说不可以娶四个老婆 而伊斯兰教徒他们说 他们可以娶四个老婆 惨了哦 现在是一个东西 两个判决了哦 是不是国民分裂 这并不是罪 我谈这个罪线 双方在达成 公司在他们双方 教育后都达成一个公司 说这本身是一个罪名 而人家去罪化 当时双方 双方不关于他们的地方 当然是我一个必须被判罪 而另外不需要被判罪 而这方面反而正好正是死了 有这个种族 画了一个前提 种族分化前提是有人要大做文章 可是讲坦白 现在两个法不同的判决 怎样种族分化了 今天我放出的种族分化 就是今天如果林方立场成立 今天我们的 所以林方举证曝出来 现况底下有种族分化 从2012年穆斯林的前大法官 就主推这个东西 也没有看到种族分化 谢谢各位 谢谢双方变手 接着 我们有请 反方四遍 进行总结 时间为四分钟 有请 好 谢谢大会主席 首先今天我们来总结 我们整场辩论 其实我们今天在谈 的确是谈利与弊 而我们谈的是 怎么能够在去这话的同时 又能够达到这一个医疗的作用 我发现举证 告诉你其实怎么有医疗状 虽然没有降低一定的东西 只是他同样能够有同样的林方 所要提到要去治疗他的方法 或许我们要加强 并不是要用透过医院 而是加强所有医疗作用的知识 以及一些辅导员 他本身所采取的行动 甚至是监力比赛管控的方法 而这样成为 同时你去不拒绝 同时你能够去打到你一样的效果 因为问题只是您这样说的 是环境造就的问题 是监狱造就环境的问题 所以改正这些环境 从最能达到的东西 因为本身 自杀本身他们有造就很多不同类型的问题 而我们透过这个法律 能够调出他对跟错 本身对跟错就意味着 我们要警惕各位 警示所有人 什么是对何为错 不是说我那边不可以自杀 这本身是一个不可取的行为 因为本身不可取是尽可能不要做 我希望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 我希望能够做到一点紧 一个威吓的作用 虽然没有达到一定的威吓 你至少法律有威吓的作用 不是说我们没有就不需要 需要至少一点机会我们要做到 再来 我们谈 立法 刚才你们谈提到一个事情 就是说假设我们在 为什么多多是在联邦法院定罪 或是伊斯兰法没有定罪 因为宪法说了 一罪不能两罚 所以通常在宪法有定案的时候 伊斯兰法通常都不会在定罪 而今天既然你要去罪的话 你本身在所谓的刑事 把你去了这个罪名过后 伊斯兰法本身如果没有罪名 我可以用我的伊斯兰法来控告 来让一个人上诉 控告他自杀有罪的问题 伊斯兰法的教典里面就是说 他们本身会用他们的古兰经 以及圣讯里面来判定一个人 就要做一个 着情判刑 他本身会用过他们 用他们的古兰经 以及圣讯来判某个人的刑法 而本身他们在这边 还是需要定他们的罪 为什么谈你这么做 会找到东族风 是因为如果你单单 只是在这一条路上面 这一条路上面去去罪的话的话 你会发现 为什么只有穆斯林本身需要被判刑 而非穆斯林不需要被判刑 如果说娶四个老婆跟一个老婆 这本身是他们的教育意义 本身也维持到这个答案 而华人本身 他们也没有去特别反驳这个东西 因为本身达成共识 我们不去打扰你 不去打扰对方的本身教育的东西 而且你做这个区域的话 你本身就有打扰他们 去打扰他们本身教育条的内容 怎么说 结果现在三点 如果你要 如果你要 如果你要只要在刑事法里去罪 而伊斯兰法不需要 我说你有可能看到什么 用种族政策 政策甚至用法律来分化 因为双方有一个能够去炒作一个答案 再来 如果你要在两方面都进行 进行一个去罪化的定义 你会发现 政客 政所谓无人的第三个论点也说 你没有理由 你会告诉一个 去跟穆斯林说 你们本身的法 你们本身的意识 肾讯本身存在的问题 你们需要提高你们的 对医疗健康的好意的知识 这样子的话 你们才能够达到更好的效果 我们并不会这么说 我们不能够侵犯 因为本身 马来西亚的 马来西亚本身 穆斯林种族 当大多数 我们也不去做这样的东西 而去做正好 政客他们所要达到基本的利益 进行一系列的炒作 甚至是 他们会去煽动 这虽然 虽然在马来西亚本身 就许多存在这样的事情 我很明确看到 本身马来西亚就有这样的情况 所以按照他们 对五国影响相当大 所以我方主张 不允许这话 谢谢 好 谢谢反方事变 最后 我们有请正方事变进行总结 时间同样为四分钟 有请 大家好 关于伊斯兰刑罚这个部分 讲坦白 我读法律学了四年 我们到现在都没有学完 究竟伊斯兰的法庭 和民事的法庭 谁比较高 所以讲坦白 要在这边跟大家讲清楚 也比较困难 但他方的结果 有一个结论 叫做大家会分化 政客会炒作 我们之间就不和谐了 可是讲坦白 从西门上台以后 李文贵 我忘记了 不好意思 他在主推这件事情说 要自杀会谁去罪话的时候 有宗教团体出来反对吗 有政客出来质疑吗 政客出来炒作吗 也没有 更何况这件事情 在2012年 上诉庭大法官退休之后 就已经发表过文告说什么 他说他想要主推 这个所谓的 这个自杀会谁去罪话 乃至是上一个月 有一个病患 因为自杀会谁被抓进去过 伊斯兰为主的律师公会 也发表文告说 他们谴责这样的行为 讲坦白 你的逻辑 我很难跟大家讲清楚 可是你的结果 实际上有没有看到 没有 只有宁方在炒作而已 只有宁方在那边 不动的刻画 在误导大家而已 讲真的 所以在斯兰当中没有看到 只哪怕我方退万步 说真的有人会炒作什么 如果真的有人会炒作的话 他方的意思是什么 是你是华人 你自杀 本来我们要治疗你的 可是不好意思 伊斯兰的人会不爽 所以你就进去监牢 你就进去监牢里面 被那个犹豫症缠身 两到四倍 被人格分裂 缠到十倍 你进去监牢里面 不用紧 没有办法 为了种族大和鞋 对嘛 这个法律对嘛 我方问大家对嘛 所以我们在讨论一个法律本身 对那个人而言 到底好不好 我们讨论的东西 从来不是别人怎么看 而是当事人怎么想 这他方最忽略的 你想看一下 现在在看live 或者是在座的各位 可能大家都有自杀倾向 我们来关注这个议题 然后你跟他讲说 不好意思 你还是进回监牢里面 去送你的苦 你不要接受治疗 你进去里面关好了 为了什么 为了种族和谐 他们怎么想 他们怎么想 所以讲坦白 宁方这个判断标准 完全就是错误了 这个宗教的部分 没有必要再赘述 那回到宁方 最正常的论点好了 第一个部分说叫威吓 可是我方前面 已经说得很清楚 法律为什么会存在 威吓的意义 是因为我今天 做错了一件事情 我还活着 我会被罚 可是对一个 想要自杀的人 他站在那个边缘 他拿着46粒Panetor 想要吃下去的时候 他的想法是什么 是我反正都死了 你罚不到我的 所以你对他是 不有威吓力的 更甚的是 他甚至会想 惨了 如果我自杀不成功 我还要进监牢 这样我不会死得 更彻底一点 这个就是UKM的 心理学教授 在做专案研究的时候 那个病患亲口 跟他讲的 所以你的威吓 讲坦白不存在 你没有办法阻止到 人家想自杀 人家可能想自杀 才更惨烈一点 你的威吓在哪里 我不知道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你方讲 要公平 要生命权宗教 可是这些东西 它背后的意义是什么 这些东西 背后的意义是说 你一定要罚吗 你一定要惩戒他吗 你一定要把他关键了吗 不是 这些东西 背后的意义叫做 我们要保障生命 什么叫保障生命 像除罪话之后 我方跟你讲的 在医院里面选择治疗 我们离开 我们离开监牢这个环境 我们用治疗的方式 给他80%的康复力 我们给他阳光 给他爱 我们没有给他封闭的环境 我们给他家人 我们让这些生病的人的 黑暗可以被打破 用科学和理性的方式 乃至是道具 我们谈整个社会规管当中 因为本身 我投报不会被罚款 不会被判监牢 我可以放心地投报了 整个社会呈现出来的数据 可以让我进行做专案的调查 这就是所谓的保障生命 而最后 宁方跟我们聊到了 法律的意义 宁方觉得 法律就是要明示对错 明示对错 我们就要赏罚分明 可是法律本身 也允许你离婚 离婚就一定对吗 有些国家 法律也允许你堕胎 堕胎就一定对吗 所以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 法律它也许只是来自于惩罚 它要明示对错 可是它远远高于此 法律的目的是什么 法律的目的是要懂得 管理这个社会 而在实兰当中 如果你的利益大过于避害 或者说你的避害大过于利益 我们就理应检讨之 而对方同学所说 那套思维 你错就是要罚 讲坦白 是1209年 中世纪时候 神学底下法律的产物 现在法律的演变来到这里 是要照顾每一个 当事人当下的感受 所以宗上 不管是你方所说的宗教 我方觉得这个担忧不存在 又或是回到本身 如果我们在座 各位都是自杀未遂者的话 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我们不要人格分裂 我们不要地狱 我们要天堂般的医疗中心 谢谢大家 谢谢政方四变 致辞 所有比赛环节已经结束 请评审们填妥评分表 并交给工作人员 好的 本届全变采取进阶版三轮投票制 即任何一方在决胜票获得5比0或4比1的多数优势时 则比赛将由领先方直接获胜 除非评审以简单多数表决要求进行传统三轮投票 如果决胜票出现3比2的少数优势 则将自动进入传统三轮投票 并以累计三轮得票结果作为最终成绩 现在大会将公布决胜票成绩 第一位评审 第一位评审 陈成杰先生 投给了 政方 政方得一票 第二位评审 陈佩文先生 投给了 政方 政方得一票 第三位评审 史宣豪先生 投给了 政方 政方得一票 第四位评审 第四位评审 吴伟康先生 投给了 政方 政方得一票 第五位评审 邓慧君小姐 投给了 政方 政方得一票 综合决胜票成绩 政方得5票 反方得0票 由于政方 在决胜票中 取得多数优势 评审们将举手表决 是否进入 传统三轮投票制 现在倒数 3 2 1 请评审表决 评审表决结果为 无需进入 传统三轮投票制 大会正式宣布 政方 马来西亚国立大学 以5比0的多数优势 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 恭喜 接着 大会恭请评审上台点评 请评审 这里有一项文心提醒 评审们 你们各有5分钟的时间 给予点评 谢谢 好 因为给予呢 就是我本身是当中年纪最大的 所先点评这样子 对 这个我承认没关系 所以样子像20多岁了 开玩笑的 好 这场比赛说真的比较没有悬念 我只是会对这样比赛提出一个 其实我觉得是 这场比赛是从两个面向去谈的 正方是从当事人的角度去谈 就是自杀者的角度去谈 其实反方是从一个外人的角度 或是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去谈 那面对想冲突情况底下的时候呢 我先说为什么这张票我会判给了 正方其实在第一轮的质悬当中 就是David的质悬当中 已经很清楚了把你们要打的东西 差不多已经打完了 这场比赛 我们先说怎么打呢 就是他先第一轮的问题是维持现状 或者是你们双方判准的认同是利与弊 包括了就是 他想打了一样东西 包括就是 他说的那个警戒的问题 以及包括就是第五条的概念底下的时候 他这个整个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那个 的咨询 包括了他的那个总结 其实把你们对之前双方的冲突 就是医疗专业法的刑事法底下的时候 包括你们觉得是你们警示的作用 包括了就是到底呢 自杀未遂本身有除罪化过后 会不会产生自杀率的上升的相关性 用一个加拿大数据做一个论证底下 一个相关性的情况底下的时候呢 你们警示的最核心的目的就没有掉了 那么你们在你们稿当中呢 提出两个可能产生避害 一个就是呢 那个种族上的冲 对不起 宗教上的冲突 就是一行法跟那个刑事法冲突 包括政治操作的部分的时候呢 其实对我而言 这个没有叫论证成功 为什么 你们只是提出说 两个可能性产生避害 但是两个避害如何 因为透过了自杀未遂除罪化过后 会产生避害 你们有举出任何的实例 你们只说可能产生避害 然后呢 并没有 但是正方有做足功课 他告诉你说 我们先谈种族 宗教部分 从2012年大法官主推的部分 主推这个呢 除罪化的时候呢 其实并没有引起任何的 一行法的联谊 也包括的去年的情况底下的时候 一个自杀者的未遂呢 被判有罪的时候 包括了就是 伊斯兰的公会是支持除罪化的 去谴责这个有罪化的行为 所以幻言之是 在宁方底下的时候 您所提出的除罪化本身 所产生的避害与风险 其实在宁方框架底下 没有去认证说 为什么这个样子 如果你们的标准是达成共识的话 到底是利大于利 是必大于利的时候 你的利在哪里 我始终听不到 如果是两条主轴线的话 一个就是警示恐吓 跟威吓的部分 另外一个就是 宗教分化 跟政客的草作的行为 这样都听不到 但是在他方底下 就正方底下的时候 他觉得是两大原因 第一个是 我们去探讨是 到底有罪化 能不能够很根本去解决 自杀者本身的问题 就是百分之百 就是来自因为忧郁症 或者是内心精神疾病的问题 第二个东西是 到底就是 到底有罪化情况底下的时候 其实会产生加剧 自杀者意愿 跟精神疾病的问题 一个就是忧郁症的两到四倍 一个就是人格分裂 反社会行为的十倍这样子 所以换言之是 在您方底下 需要往下猜的是 到底如果说 有罪化情况底下 没有这样子的行为 你需要跟我说论证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 反方的情况底下的时候 没有很清楚去证明说 为什么你们立场是对的 你们好像只提出 也叫断言的另外一句话是 你说现况底下的时候 我国的法律 必须以宗教为主导 也是叫断言 为什么应该这样子 也没往下解释 这场比赛当中 为什么你会往下去 你会只去听 你们为什么打这么吃力的云 是因为从你们的框架到结束 你们只是讲一句话 就期望评审能够接受 我觉得是你们最大的问题的这一边 而我给这方面建议当中 你们想透过自杀者本身的 内心的精神疾病的问题的话 我就可以放大这一块 包括了忧郁症本身 有分成轻忧郁症 其实透过辅导可以了 另外一种的重忧郁症的人 必须要吃药 为什么要煮在精神科了 像郑医的学弟本身 是学心理疾病之道的 一个叫做心理科跟精神科 精神科医生是可以配药的 为什么配药呢 它已经影响了 你的脑分泌的情况底下了 对这一拳当中 它本身是会趋向 就是你必须用药物 甚至有我们所谓的自杀的倾向 它的倾向是很加剧 很剧烈的情况下才有的 其实对你们而言可以放大 对自杀者这块的心理的状况 跟状态 因为这种比赛当中 已经差不多去到是 对方所提出的东西 已经反而差不多了 可以往自杀者的角度去思考说 为什么我们不能给他判罪 就好像如果你们看过 我们与恶的距离的话 这部电视剧 讲到就是人格分裂的问题 我们到底应不给他判死 判罪 它是一个探讨部分 跟个思考点的部分 以你们能力的话 你们办法去让大家提供个思考点 我觉得这部分是比较稍微缺失的部分 我提供意见 谢谢各位 这摆明是要我说 OK 我其实我要 然后我要提的东西 这个变题基本上 我是觉得 这场比赛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悬念 但是我要这边 当然很多时候 我们谈辩论比赛的时候 我们说在准备辩论比赛的时候 我们会学习到东西 其实我很好奇 反方同学 你们到底是不是相信 你们的立场 还是你们不能掌握立场 因为刚才学老提的很中心 你们很多时候就是 很多时候是一句话 或者跳点来代表 当然我谈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想问在场的八位变手 你们有没有想过自杀 我不懂 你们这个人生理念中 你们到底有没有想过自杀 因为以前我们学辩论的时候 读哲学的时候 第一 我们的老 那时带队的人一定会问 你们有没有想过自杀 你们有没有想过自杀的话 基本上你学不到哲学 所以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了解 自杀这个东西 可能你们人生很美好 你们没有想过自杀 但我想 你们人生有没有遇过所谓的 忧郁或者不开心的东西 然后你 刚才学校我提到 正方把所谓的 忧郁症跟精神 并几乎等同 无限的放大忧郁症 忧郁可能是一个短暂的 今天可能你遇到一个 很不开心的事情 但是忧郁人一定会自杀吗 不一定 基本上你无限放大 我一直等着反方来提 那几乎是没有 完全没有碰 当然 他很想用所谓的 那个 Sharia Criminal Law 跟Criminal Law 这方面来 那基本上 那是一个东西 用宗教来谈的东西的话 其实有它的那个 不足的地方 尤其在Sharia Criminal Law 这方面 等一下我们有律师 要解释一下 因为其实很多时候 这个Criminal Law Sharia Criminal Law 这方面是在一个 发展中的一个东西 所以当然你提现现有的诠释 对圣经的诠释 可能不允许 但是这个 interpretation 基本上 各个宗教师都在讨论 所以当你提这个东西的时候 反方有个学法律的 但是你也没有 有掌握到这个东西 当然你也承认 你也没有掌握到这个东西 所以我是 我是接受你的诚实 但这个东西 基本上 Sharia Criminal Law 方面是值得争议的 在很多 在最hardest的 interpretation的东西 当然我再提一些东西 希望这场辩论的 这个准备过程 大家有学到东西 所以我知道 大家可能很美好 没有想过 自杀这个念头 当然你们就想 为什么有人会要自杀 真的是看不开 真的是一念自杀 还是真的是有精神病 我觉得这方面是有 它的那个差别 当然你们很巧妙的包装 自杀人都是精神有问题 但精神问题应该学好题 有轻重之分 都很可惜方法没有提到 提出来的话 可能这场比赛 可能相对精彩 然后另外我要问的一个 要讲的东西就是 OK 基本上是大概是 我是讲 大概是讲到这里 好 我很怕死了 我很难忍受 我死掉过后 我不存在 后来听讲 在文学史上 有一些作家是 无法 他比我更过分 他连自己不存在历史 他想要过去 他不存在 他就难忍受这一点 所以像我这种人来讲 我是没有想过自杀 不过 你人活到一定年纪 你一定是有 可能有朋友尝试过自杀 或者是朋友 就真的自杀走掉 自杀这个课题 它还是很贴近我们生活 那这场比赛 对我来讲 正方尝试说明 这个 自杀有罪的 这个刑法 它是研制于英国 然后连英国也都改了 OK 然后我们是不是要与时并进 然后就说了 现有的现况底下 它怎样不足 它有什么避害 你们讲了这个 监狱里面的青台 监狱里面的病冷 然后拿一份数据 就是高于四倍跟高于十倍 这个把社会人格 还有忧郁症的这个 的家具 来论证这个现况是不好的 然后去讲 如果没有这个法律的话 改用你们讲的这个疗养方法 再加上什么 2001年的精神健康法 有这个强制治疗的效果 你们宣称 你们讲你们这个配套 很漂亮 OK 然后会有一些效果 比如说会有提高 首先是这个治疗效果会比较好 OK 有一些矩阵 马来西亚的精神 不懂什么学会 80% 都会在两周之后 有很好的效果 然后打到顺的时候 还推了一个 如果是现况底下 其实不鼓励投包 那在鼓励投包底下 你们的配套做得到 这个配套好像包买不亏 OK 大概是 这个应该是 大意上你们讲的 大概是一个 这样一个看起来投资很不错的一个配套 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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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论点是 第一个有开三个话题 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 第一个话题大概就是讲说 法律呢 它在社会底下 它必须是有某种教化或者是某种教育的功能 然后你们尝试说马来西亚是一个怎么样的社会 从基督教从回教去佐证这个功能 第二个话题 跟第三个话题 它其实是一个头和一个尾的一个关系 它其实就是讲 马来西亚呢 因为特殊国情的关系 有两种法律系统 然后你们说 现在不处罪化的状况 是属于吻合的 这两个系统没有矛盾 在处理自杀课题上 那一旦 然后你们尝试要制造一种两难的困境 给正方来处理 你们猜 这个状况会让他们很烧脑 不过他们好像没有烧到他们 那你们那个烧脑的状况 那个两难是这样的 你们就在问他们 你敢不敢两个都去罪化 那两个都去罪化的话 你挑战回教法 然后回教法 在你们的预设里头 回教法是 或者回教的权威在这里是不能挑战的 那如果是 你不敢挑战回教的话 那他就不协调 那你们似乎要说明 不协调他有某些问题 然后你就丢给他们 希望他来解答你 这个不协调会引发的各种问题 这大概就是这场比赛 大体的交锋 那比赛 等到比赛 开始进行一些初步交锋 很快 正方就拿下他们的优势 那我就会没有悬念的把我的胜负判给正方 但至于我觉得 比这场比赛 面对这样的局势 过不过瘾 那是另外一回事 OK 那我但是作为评审 我还是要 如实的交代 到底什么样的交锋 让我初步满意 然后我觉得 这样比赛 我可以信仰你的 判这边赢这样子 第一个当然就是针对 所以他们宣称这个法律有某种交化的效果 很快这边就逮着说 你得举证呢 这里被问了过后举不出来 那你们这个希望保留的这个法律的效用 就不存在了 那到了截变 还很为难的说 就算没有效果 我们也还得让它存在一下 就被逼到这么一回事了 那往下的这个世俗法跟回教法 必须二合一 不协调 那他们也是 他们 他们其实我觉得不顾过瘾 就是没有完全针对 这个不合一 不吻合 或者吻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我觉得没有讲透 那他们开了 我希望你 我蛮期待这边打穿 那除了 对不起 是有人敲铃提醒我五分钟吗 很抱歉 我还是会继续讲 OK 很抱歉 OK 我希望三分钟讲完它 OK 那我觉得如果当中当然是有讲到 一开始 这里有两个挑战 一个是讲强奸 然后一个需要四个证人 一个不另外一回事 但是没有往下推 另外一个是讲这个 自由别人讲比较多的 就是四个老婆 跟一个老婆的这件事情 那我是觉得可惜是 反方他自己要讲这件事情 不吻合会有很大问题 先不讲他们自己马上 现炒现卖 丢出来的难题 你能不能接招 不能接招没有关系 如果你在你的认知里头 你的准备里头 这个不吻合 它真是有很严重的 法理上不协调 造成某种悲剧 某种很现实的 避害的话 你得举证 你举证我又听 但你没有 所以更何况 当他们开始去诠释 这个去罪化的努力 是在回教世界里头 其实也不受好评 甚至推动者本身 也是回教世界的一些 很有代表性的人物和知识分子 我觉得这个现实上的刻画 对比你们讲的 会引发某些问题 因为缺乏佐证 缺乏现实的刻画 会让我觉得有点威延耸听 那我就说 虽然就是我讲 没有打得很过瘾 但是我觉得 我信他们比较多一点点 就没有相抗的材料之下 我信他们多一点点 所以更何况 后来他还会讲说 这个议案被成为议题过后 好像没有炒作 那你们也没有认真 也没有相抗的现实诠释 所以整体这些交锋下来 到了结边 加尔的那一段 靠在那个 就是打到很 打到果量的那个肩膀上面 然后跟现场的观众对话 或者说自由辩论 最后大概30秒的那几下 我觉得早点出来的话 这样比赛 直接去追问他 是不是真的会冒犯到人 你就不做这个改革 我觉得往这里去打的话 可能会更过瘾 但他至少有浮现一下 让我小激动 但就小激动了 就小激动了 好过没有了 是不是 OK 所以但起来讲 整体的这个交锋和走势 对我来说是这样 我并不会先天 因为我个人的价值观 我就觉得反方同学的那个架构 不能完全说服我 那如果你能够举出相应的材料 说你们提出的这些视角 比如说引发政客的炒作 比如说引发 法律系统上不协调 比如说引发 穆斯林的认同混淆 这些问题 如果他是真实的 OK 他不是为了 他不是出自于某种片面的解读 或者是一些字眼的解读而已的话 他如果是真实的话 我是很期待你们 把材料拿出来 说服我们 但由于没有展开 那我也不晓得怎么 我可能打得不顺了 OK 所以结果就是这样子了 所以 所以以后打病人比赛准备架构 以宗教为终极依据 以法律的 维护法理的 维和力为终极依据 以不要破坏种族和谐为终极依据 要怎么打 或者说这本身是不是一个 合适的利润策略 可能要考虑一下 如果要走这条路的话 那得想怎么走 OK 那打起来就不会那么吃力 这是我一点点小小看法 OK 所以希望我讲得够清楚 不好意思 我犯规了 我会检讨的 就这样 好 大家晚上好 那我紧接简单讲评一下 其实判准跟前面三位 其实都大同小异 那我先讲一下 我自己的一点小小的补充 我先说反方 其实今天我 我觉得比较可惜的部分 是你们的论证线 其实缺失很多 所以我没有办法 再从你们原本的框架里头 听到你们 其实从你们的盘问 拿到了好几个点 但是你们都拿了好几个点 但是在后面开展的时候 其实缺乏了很多论证线 这时候 正方提出的好几层的回应 那我就会认为说 那正方其实比较有说服力 那其实正方今天 开出来的框架 到最后 你给大家的话 你给我的画面是 你认为病人总比罪人好 所以你们认为说 罪人这件事情 其实反而会加重心理的负担 已经对于一个 不尊重自己生命权的这个人 其实更加无补于事 那好 我觉得这个东西 我听到了 那往下去 我觉得今天双方都站在想要保护人权 可是其实保护人权 讲的是生命财产跟自由 如果今天罪名化这件事情 是剥夺了一个人的自由权的时候 请问为什么反方必须得要告诉我 你把这个人关在监牢里面 不让他拥有自由这件事情 对他的好处是什么 如果你们认为说 这件事情把它关在监牢里面 夺去他的自由权 可是你们能够保障到他的生命权 或改善他的生命权的话 那或许我还可以从这部分 让你们知道 其实你们后面的工坊 有在告诉我说 其实监狱可以去做改善 同样的也可以做到 正方所说的这种强制性的医疗 或什么之类的 这一种辅助的方法的话 但是这个部分 你们只提了一个断言 或者是你们一个理想化的世界 因为在现况底下 法律制度底下 到底马来西亚现在的监狱的状况 医疗的体系长怎样 他们有没有办法提到这个部分呢 同样的 反方今天 如果你们真的想要往这一块 你们也可以对正方进行很多的质疑 到底现况底下 马来西亚的医疗体系 有没有办法像对方所说的 加拿大 或者是种种的国外 这种比较先进的医疗体系的国家 他们那么先进 可以极度的改善 包括他的意大利 请问马来西亚现况的医疗水准 或种种对于这一些的保障 有没有达到正方所说的那种效用呢 如果没有 那你们认为维持现况 你们认为把他关禁闭 或者是夺取他的自由权 那起码我还可以保障到他的生命权 请问对方有没有办法可以证明给我看 马来西亚的人离开了 就是去最坏以后 他就会理所当然 或者是在美好的语境底下 就得到权益呢 都是外国的例子的潜力底下 反方没有往下去追 那我就认为 那反方其实加拿大的例子 在我这边其实是某部分程度上是成立的 那这个是我其实我觉得双方 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判准 那最后你们其实 我今天你们开稿的三个部分 其实我还蛮期待 你们在讨论就是回教法跟刑事法 可是就是马来西亚的联邦法的这一块 但是你们在提的一些反驳 其实婚姻的部分与我的理解 我不是一个法人 我是一个社会人 可是你们在提的 其实只是一个民法的部分 可是民法怎么样跟刑事法之间 去做一个对比呢 我觉得可能强奸这件事情 或者是强奸算是刑事罪 Shara Law里面的强奸是刑事罪 可能这个类比会比较贴切 就是反驳的部分 可是这种现象底下 正方也可以回击说 那现况底下 有没有因为判刑的不同 而造成了你们所谓的社会的混乱呢 好像也没有 目前我的理解是这样子啦 最后我觉得你们今天 对不起 还有一个东西是 你们在谈政客的部分 政客炒作的部分 这个其实对我而言 是极度缺乏政策的部分 甚至你们提出 有哪一些宗教人士 或者是某一些党的领袖 可能讲过一些东西 但是你们都没有 你们只有政客两个字 这个其实是严重缺乏 我觉得马来西亚可能会发生 但是因为你们缺乏 这一块我没有办法判了给你们 最后的部分是 我觉得宗教的这件事情 其实当然正方 正方其实也提了 正方也讲了 其实就算毁一刑法 或者宗教人士的律师 他们其实对于去追话这件事情 其实也表示赞同的 甚至是他们也有开放的态度 那其实在华裔 或者是各个宗教 我相信没有一个宗教 是鼓励自杀这件事情的 其实像我自己也有宗教 可是问题是 在华人世界里面 对于宗教的看法是怎么样呢 这个你们其实也必须要去涉略 而不只是因为你们讲说 马来西亚的大多数是穆斯林 那我们就必须不应该去追话 那请问有没有人关心过 其他宗教的人呢 如果你们讲要宗教自由这件事情 这样子其实我这边的感官是 反而变成你们好像必须要 保障穆斯林大多数的权益 然后就维持了一个这样子的法条 就罔顾了其实其他的宗教 其实他们的权益 是不是也要被顾虑呢 所以在法律的层面 你们想要去透彻 但是缺乏论这些 在社会的持续上面 你们也想要去涉略 可是也缺乏了论证件 所以我就没有办法把这一票判了给你们 那郑芳今天其实全程都讲了很好的 我觉得这个部分是好的 然后你们的悔计是好的 但是还有一些部分 因为我自己本身是 我自己有读生死学跟临终关怀 当然我可以理解你们想要表达 病人罪人的这一块 但是如果你们可以在 从法律层面上面去告诉大家 其实去罪化 不是只是纯粹要达到好处 我觉得法律其实是一种 有某种程度其实是一种价值的导向 或价值的渗软 就是我们国家对于自杀的态度 其实现在去到哪里 如果双方今天可以再往下一点谈 我国国情 来到现况现实现代价 大家对于自杀的普世价值的接受程度 去到哪里 可能这一场比赛会比较精彩 好 以上谢谢 大家好 基本上我一直在被人想 我等一下要讲什么 因为其实每一个学长都讲到差不多 因为基本上判准也很像 不是很像是100%一样的 然后刚才从前学长 摔了个锅 告诉我 这个律师会解释这个Shera Law 跟这个名字 Pinacode到底的差别是什么 我必须要老师的交代 连正方事便都讲 他读了四年马来西亚法律 还没有读完 我是一个读了四年英国法律的人 我才转正一个月 我也还在学习当中 所以抱歉 不能解释Shera Law跟Pinacode 到底在马来西亚运作模式 基本上是怎样 可是我必须讲 今天反方有一个问题就是 我觉得你们今天老实讲 我觉得你们并没有真正准备好这个比赛 因为你们就好像刚才学长说 你们全部出了断言之外 你们没有任何数据或资料 起码去佐证 那种法律上面为什么 没有办法去罪话会有威和力 这个我其实看过公教小孩子打他们基本上有用过 乌干达这个例子 我自己是没有研究过 可是他们起码一个资料证明了 乌干达这个例子是 我自己是没有去真正探讨过啊 不过我觉得你们起码就是我在等着你们认证到底法律有什么行为规范 然后就没有 然后有什么警惕效用也没有 然后就进入了这个一国两法 在讨论到底我们要不要挑战马来人的这个宗教的这个法律 到底对还是不对的时候 他们问很简单的问题 在现实生活中有什么种族还是宗教的人有大力反对的 你们也提不出来 可是这些是你们基本 如果要以这个立场来打今天的变体权 不是你们基本要有的资料 可是你们都没有 就变成其实这个你们的立场 基本上在正二还是正三那个环节 你们就开展不下去 你们就停在原地一直不断的重复你们的表题 也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今天整场比赛很没有悬念的就判了给正方 因为基本上他们不只推的下去他们立场 他们能够自圆其说立场之外 他们还能够跟我们讲 到底应该怎样看这个变体 也就是其实我是有认同学长所说的 其实在正方试辩你提出的 到底法律意义跟生命意义这一块 其实在自由变可以更早提出来 因为其实你们自由变不断重复的反驳 其实前面已经讲过了 那我觉得你们也是有觉得有点干 我就在重讲一样的东西 自己都会自己爽 这样其实你在正方试辩的总结 这个内容其实在自由变探讨的话 其实可能反方还可以跟你们讨论到 到底有没有把它去罪化过后 到底对社会的这个价值导向 可能是不是真的是会影响到 每个人看待自杀这件事情 因为这个我觉得是反方稍微有可能讲到一点的 因为有谁提到就是说 如果我们把它去罪化过后 大家的那个对自杀这件事情 可能就会觉得它是一个可以接受的一件事情 可是其实正方对于这个反驳 我只是站起来跟你讲 哦我跟你的态度是一样的 我们也是觉得自杀不是很好 可是最基本的回答就是你问他 如果你没有要真的是鼓励这件事情的话 你现在都跟他们讲 你就是你不用紧 我们是会能够接受 你们只是病人 你们不是罪犯 可能我们没有特地要把这个标签 放在他们身上跟他讲你是罪人 可是起码我们要跟他们讲的是 尊重生命是我们最基本应该做到了 这个是你们这边可以再更加 阐述的东西 其实我觉得某种程度上会好讲过 你们尝试不断去刻画 我们这种种族纷争啊 分化好像也严重 因为这个法律上面的不同 会造成的分歧 所以我觉得点评也大概到这里 因为基本上大家的讲的东西 都其实非常的清楚 这场比赛也不难拍 就这样 谢谢 好 感谢评审们的金玉良言 现在有请评审们离席 回顾本场比赛成绩 正方在决胜票 正方 马来西亚国立大学 在决胜票中 以5比0的多数优势获得胜利 而本场比赛的最佳辩手为 正方四辩温加尔同学 恭喜 好 在宣布今天的赛事结束前 我们将进入赠送纪念品仪式 首先 让我们有请 第17届全国大专辩论会 筹委会主席吴凯俊同学 上台为我们赠送纪念品 首先 第一位评审 陈成杰先生 第二位评审 陈佩文先生 第三位评审 史宣豪先生 第四位评审 吴伟康先生 第五位评审 邓慧君小姐 谢谢吴凯俊同学 至此 本场比赛告一段落 感谢各位的参与和出席 我们下一场比赛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